那么今明两天的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昨天下午至今天上午 出席峰会的中亚五国元首已经全部抵达西安 今天凌晨 乌兹别格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乘坐专机飞抵西安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米尔纪约耶夫总统于5月18号至19号 来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并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他时隔一年多再次来到中国 去年二月他曾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 今天早上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抵达西安 今年一月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成功访华 两国元首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中土命运共同体 开启了中土关系发展新时代 昨天下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已先后抵达西安 中亚五国元首的到来受到热烈欢迎 当地民众在机场表演了热情欢快的腰鼓和央个儿 祝福中国与中亚国家有益长存 此次中国中亚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围绕机制建设 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与中亚国家携手再出发 也将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总台央视记者西安报道